而花莲的天王新大楼目前还在进行拆除作业 不过到底是拆楼重要还是营救动物 应该要放在这个之前的顺位呢 因为在这个大楼里面发现了不少的动物 像是有鸡只还有猫咪 而有就是喜欢动物的动保人士就到现场 希望能够给更多时间来营救 不过这让大楼主委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他很担心拆除费用必须要住户来自行负担 甚至一度跪地痛苦 有善心人士特地叫了外送 深怕天王新大楼的鸡只跟猫咪饿肚子 不过大楼主委很崩溃 因为有动保团体和爱猫人士频频发声 认为应该多给一点时间救动物 加快救援流程 然而现在拆除进度都过了七天 还拆不到一半 让主委压力大到血压飙高 激动跪地甚至吐血 天王新大楼主委声嘶力竭哭喊 一度情绪激动 现场人员紧急叫救护车送医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表示 中央没补助的话 拆除费用 县府会支付 整个过程为了安全 人会以拆除优先 前面在过去像昨天的情况 有为了这个猫还有前天 那的部分 有确实有稍微延后了 这个拆除的进度 猫咪的部分 因为它现在在里面 我们很难去掌握它的动向 所以考虑到整个这个建筑物的安全 还有它会影响公共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边拆边注意边留意 现场指挥官的判断 应该都会以民众的公共危险 为最大的一个利益 拆除作业持续进行 预计还需要两周时间 由于建物结构不稳 现场拆除人员压力山大 TVB新闻崔仲群 刘婷婷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另外透过另一个镜头来看 是大楼拆除工作 这是吊车老板 他操作吊车的第一视角 这几天其实花莲都还是 陆陆续续有余震 他就透露内心当然会有焦虑 害怕紧张的情绪 不过他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 仍旧要坚守岗位 第一视角坐在吊车内 小心翼翼操作掉臂 将搜救人员和右捕龙 精准送到倾斜的天王新大楼旁 救出受困的猫咪 就算是遇到余震 钢梁不断晃动 吊车驾驶还是坚守岗位 守在车内 等到余震结束后继续赶工 从早到晚风雨无阻 就是希望能够让搜救 和拆除工作顺利进行 三号花莲大地震 造成天王新大楼半岛 随后进行拆除作业 吊车将H型钢梁吊起 支撑在大楼旁 吊车公司老板罗先生 在操作时全神贯注 一秒都不敢松懈 从他的角度记录惊险的每个瞬间 因为那个花岗街 它的路宽比较小 所以他们要撑的那个地 可能有限 其实大家都在说 为什么撞那么慢 因为那个地很小 你要撑那个的 就是撑那个的角度会不同 所以就是也是有难度 因为现场阻碍重重 实际操作吊车 将钢梁放在正确的位置 并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么简单 罗先生希望民众可以体谅 而他对于抢救猫咪的过程 也很有感 因为我家有养猫 所以就是我也是能体会 他们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心情 所以我就想说 快点来帮忙 能赶头身受猫咪主人 焦急的心情 尽全力寻找 不过身处在最危险的现场 免不了恐惧 其实我们开吊车也没办法跑 如果真的倒了还是什么 也只能 对啊 也只能认命 对 也是会怕啦 其实大家都 对 大家都 就是心里都会怕 而且大家都很辛苦 虽然害怕 但还是坦然面对一切事情的发生 现在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天王新大楼的作业 能够平安结束 TB的新闻综合报导 而在花莲的中和矿场 目前还是有一名矿工是失联的 不过今天中午搜救队 是靠着机具突破了巨石障盖 他们沿着山壁 终于成功挺进了矿场 也发现了失联者可能的所在位置 放下红色绳索 搜救人员慢慢往下 你石头拉不动 后面都拉不动 所以不用担心 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 甚至要从近乎垂直的峭壁下降 翻山越岭 就是为了要快点找到失联者 有有有 发现异状让所有搜救人员燃起希望 但整个搜救过程实在不容易 强震三号发生直到十一号 花莲中和矿区的销信司机 还是没找到 因为矿区面积大 用走得太慢 可能还会有落石 因此人员翻山越岭 绕过山壁进入矿区 而机具则是已经突破巨石 战不爆破顺利进入 经过一早的努力 就在中午12点多 人员在矿区大约第五层 闻到异味还发现苍蝇 锁定疑似是失联者的位置 只是怪手当下只来到第四层 望迁还要一段时间 不过天气因素影响 下午三点半一定要撤离 因此隔天将会继续搜救 另外在沙卡档的部分 整个搜索行动 消防队在今天中午12点前 就已经完成了0.5K处的开挖 并一路往1.8K处大水管 以及2.2K处第二大崩壁来前进 但是都没有发现夫妻两的踪影 于是他们又继续往前到家属认为的瀑布的位置 也就是2.4K处继续搜索 新加坡夫妇双方的姐妹抵台多日 上午也前往消防分队关注救人进度 消防11号出动15人 一拳五怪手 其中搜救犬Hero路过河边 还跳下去游泳 轻量一下便马上转回来继续工作 也让团队有动力继续往前挺进 TVBS新闻 而受到强症重创的沙卡当步道 过去这里其实常常有猕猴出没 但现在生态学者很担心 这些猕猴可能也是死伤惨重 更多分析交给记者邱婉柔 大地震后不止人类的生活受到影响 很多人也关心说 在花莲沙卡当步道的猕猴群 现在还安好吗 来看到这位学者 他是文大观光系的助理教授 他叫做卢坚富 他自己就说 他过去他有研究过 这个花莲泰鲁阁这边的猕猴 但他认为现在恐怕是 松多吉少的 如果他们能避开此劫 存活下来的话 应该是很快能适应 不过他也提醒 其实这群猕猴都是在树上活动 虽然在花莲生存 当然是很习惯地震 不过这一次摇得这么的剧烈 尤其这个落石全部都摊下来 所以他认为恐怕是死伤惨重的 而猕猴位在沙卡当的步道这边 哪一区比较多呢 其实沙卡当步道全长4.1公里 那过去他们所做的研究 在前段的0.5公里处 以及中段的1.9公里 及2.3公里 这边多是猕猴的聚集地 大概前中加起来 有31群次 那么整个沙卡当步道 全段共有37群次的猕猴 不过强症发生当下 有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 这是慈祭医院里面 当时小儿加护病房的护理师 第一时间没有逃离现场 反而是冲到病床旁边来照顾病患 因为有他们的全力保护 这些婴幼儿都平安无事 地震发生当下 婴儿病床不断晃动 甚至移动位置 护理人员立刻冲到病床旁边 右手稳住 关心婴幼儿的状况 另一只手则紧抓着点滴和呼吸器等设备 就像是小宝宝们的英雄 这一幕让人相当感动 三号花莲墙症 慈禁医院小儿加护病房 有13名婴幼儿病患 很幸运的是 当时7名大夜班和8名白班的护理师 正在交接班 所以都在现场 地震发生当下 两班人力充足 一人互住一床的小病患 我们也不知道 小朋友会不会被抛出床外之类的 所以我们重点还是要保护 住院中的病人 地牛大翻身 护理人员第一时间不是往门外逃命 而是冲向病床保护幼童的安全 一方面也是担心小朋友的安慰 就是怕如果上面有天花板掉下来 或者是机器掉下来也有可能 所以就是怕 因为大人受一点伤没关系 小朋友不能受伤 一定会害怕 但是就觉得保护小朋友第一优先 我觉得他们很棒 对 还能帮我们保护狗狗 很感动 因为有护理人员用尽全力保护孩子们 才让他们都平安无事 而这次的地震也造成医院部分财损 目前仍在评估中 不过院方也澄清 并非外传的高达上千万元 而他们也会努力修复 让民众能够放心 TB的新闻高知诸 陈佳童 花莲采访报道 而强震发生到现在 过了一个礼拜了 这中间出现超过 800多次的余震 让民众是难以安心 这样的状况 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继续请婉柔带我们了解 花莲大地震发生 前一年它的震度大于3的地震 有944起 但是921大地震后一年 总共摇了5316次 而大于5的在前一年是只有8次 但是在后面那一年也有84次的 那么这一次4月403的大地震 其实在事发后24小时内 震后是摇了314次 非常的多 不过在过去的24小时 只剩下了21次 所以看起来是有趋缓的现象 不过气象鼠的专家 也说真的是不能太大意 因为未来两个月内 恐怕还是会有超过5的余震 这次的地震也震出了不少的问题 像是在雪碎有200多片的防旋板 竟然直接断裂就掉落在车道上 不过高工局说明 其实早在当天晚上就已经修复完毕 改成防旋柱来固定 一整排绿色的防旋板断裂倒塌 甚至有的直接掉落在内线车道 下到驾驶赶紧往右侧避开 疑惑怎么会这样 三号大地震当下 国道五号雪碎入口处 高速公路上长达300公尺 有218片的A型防旋板毁损 我当下的想法是说 是不是车祸还是什么之类撞到的 然后后来发现到说 没有车辆的车祸 然后事后才去想到说 应该是地震造成的 我觉得有点吓人 因为倒枕牌会让民众 我们误以为说 是不是当初就是施工的有问题 那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设计方面的问题 近距离看 A型防旋板在分隔岛上 有四个固定点比较稳固 左右两个分别锁在不同桥面 两个隧道慢慢慢慢到宜蘭的部分 就是汇流起来 有点类似外事情的方式 把它汇流起来 然后之后进入到 我们所谓的宜蘭的路提段的部分 那中间的部分就是 会有产生两座桥 基本上它是独立的 然后汇流处就变成 它是会有一个缝隙 然后防旋板因为固定在 两个桥台 两个桥梁上面 那因为地震造成的一个差异间动 感受瞬间的一个破坏的状况 高工局获报后 当天晚上就已经修复完毕 改为单个固定点的防旋柱替代 幸好发生当下 驾驶都有及时注意到 没有发生危险 三号花莲强震后 雨震不断 截至十号晚间十点 主震加上有感的雨震 已经高达827起 虽然频率逐渐趋缓 不少人相当担心 到底要摇到什么时候 气象署公布 921大地震后的 余震资料分析 0403地震后 一年内可能还会有余震 民众得特别留意 铁笔调新闻 简单程 陈佳彤 宜安采访报导 而强震过后 建筑物的安全性 也被特别的重视 像在高雄 屋龄30年以上的 伪老建户占比 竟然超过了一半 市府就希望能够 鼓励重建 继续把时间交给宛柔 一场地震 也震出了台湾 居住安全的问题 先来看到 高雄市这里 总计有超过 110万户的住宅 而其中超过 屋龄50年的 有12.2万户 而屋龄30年的 有58.1万户 非常的多 比例来到了52.8% 等于说高雄 有一半都是老屋的 那为什么会特别 强调屋龄30年呢 因为25年前 有921大地震 等于说屋龄超过 30年的话 代表说他们都是在 921大地震以前 所盖的 所以为了这些老屋 高雄市府也提出了 相关的补助办法 像是针对耐震评估 以及这个若曾补偿 也提出了相关的方案 像是如果耐震评估 最高可以补助到 40万元 那如果发现说 真的需要来补强的话 每栋有上限 450万元的 而其中改建 最高也可以补助 11.5万元 而相关的这个 围老补助 其实方案相当的多 如果有兴趣的 民众跟观众 也可以拿起手机 来扫描这个QR Code 来看一看高雄市的 围老专区 而且变成强震受灾户的 还有基隆 知名的鱼市场 上方的三栋大楼 现在出现了严重受损的情况 尤其是连通道 还有墙壁天花板 到处都有剥落跟军裂 甚至铁门还变形 完全打不开 一步一步走下楼 得要放慢脚步 生怕一不小心 就会被割伤 楼梯缝隙间出现大洞 甚至旁边铁门还打不开 这个都弯掉了 这个打弯掉了 整个压到变形 这个铁门都变形了 钢筋水泥外漏墙壁一片军裂 整栋大楼无一幸免 更何况这里还是 三栋连通通道 这也是基隆知名的 卡玛丁渔市场 所在的明德大楼 旁边还有清明 智善 共三栋大楼连通 楼下是摊贩店家 楼上是四百多户的住家 及邻里活动中心 强政袭来 灾税严重 这个就是可能就要立即性 马上要处理 这个就要马上处理 11号市府独发处会 同里长及相关人员 来到大楼勘查 发现多处受损 除了补强是马上的安全问题以外 我们应该做一个长期的结构 鉴定的评估 是否有拆迁补偿的必要 三栋大楼都将近50年的历史 是过去政府为了增加商业空间 直接在人工运河上盖商业大楼 但早期都市规划不够完善 污水直接往下排进基隆港 引起许多人诟病 目前大楼结构有待济世工会确认 才会做出红单黄单的判定 议长提到评估若需拆除 建议重新规划另外土地做拆迁补偿 寻找中继宅 让居民能有安全的居住空间 TVBS新闻的新惠蓝亭 基隆采访报道 而花莲现在很需要重建的资源 政府跟民间都陆续开设了募款专户 像卫福部的账户累计的金额 已经超过7亿 未来这些经费将会用在四大方面 像是灾民的灾害援助 紧急医疗 收容安置 还有复原重建 统计花莲症候灾损 行政院要整合跨部会资源 展开重建工作 但要是想为花莲尽一份心力 就有民众担心捐款不知道用在哪里 我可能会比较捐民间的 可是民间我可以实际看到他们的行动 中央觉得比较有保障 毕竟现在政府民间都开捐款专户 像是卫福部已成立 0403花莲症灾援助捐款专案 未来经费将用在灾民灾害援助 紧急医疗 收容安置 复原重建等四大项目 截至11号下午4点 一共募到约7.2亿 而花莲县政府办理募款专案 截至11号上午9点 也累计2.3亿 会议募款情形 然后有各局数体 跟灾民有关的相关计划 然后送交到我们的善款委员会 由委员来审议这个计划的合一性 至于各大企业和民间 像是TVBS爱无线 是把指定要给花莲灾民的钱 结合民间社福团体 专款专用在灾民安置和房屋修缮 而事件展望会也开设货款专户 我们会分成几块 第一块就是所谓他们的 房屋修缮 补强 重建 提供邮政账户 截至11号下午已募得3000万 却引来诈骗集团觊 世界展望会官网 疑似被境外不法集团造假 假冒的网站上 写上的是华南银行账户 展望会第一时间立刻报案 当然还有国际援助 但花莲在地立委复婚旗就怕钱不够用 呼吁比照921推动重建条例 那特别条例需要特别预算来支持 可是过去国民党立委 他把这个预算法 关于特别条例的相关法员都把它删除了 但有关灾民的救命前 这回只能不分蓝绿 好好讨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